基本上你在 Java 裡面測試 OK 之後 其實轉移到 Android 應該就沒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你可能要注意一些細節 就是說該怎麼改會比較簡單 當然你可以把這個標準化流程給先確定下來 比如說我這邊的話 直接就是把它 Get 回來放在這邊 那基本上在那個雲端上 你先會需要產生一個 把它發布出去成為一個網址對不對 這個網址抓下來之後 它也許在雲端上 那你必須再用那個 就是 Java 裡面有幾個比較重要的類別 那當然我們之前有講過就是說 分別會利用這裡面的像那個什麼 特別注意就是先用那個 UIL 這個用 UIL 這一個那個類別 然後再利用 UIL Connection 然後也是 Trim 分別把它抓下來 然後最後再把它轉成一個 就是 Encoding 這邊會用到一個這個類別 我們在雲端這個硬碟上面的 那個部分 剛剛查一下好像是把那個資料給拿掉了 是不是因為我們上課用到它不給我用還是怎麼樣 就居然不見了 沒關係啦 反正知道有這個方法 奇怪 我剛剛查了一下那個道路速率 發現奇怪那個道路速率 那個資料就查不到 所以我們乾脆換一個好了 其實反正裡面這麼多 只要是 XML 的 只要是 XML 的 也許我們找 XML 的 那裡面我剛才看了一下大概就是 比如說去抓什麼大家比較常用的 裡面像什麼 Wi-Fi 熱點免費的 OK 然後還有什麼氣象 或者一週氣象 水質監控或者是住宿相關的 反正方法都一樣 那我們一樣怎麼樣呢 抓到 那特別注意就是引用它 假設我用這個好了 就是 那裡面的話你可以先從進來之後呢 它會給你一些相關預覽的資訊 或者是什麼呢 有一個下載 也許你點選它 它會先讓你看一下 這個開放資料裡面有哪一些欄位 那比如說我今天要針對某些欄位 去做抓取的動作 假設我今天希望知道說在哪個地方 比如說在哪個位置裡面 比如在哪個位置 這個是 Hotspot 的 name 然後呢 也許甚至你可以設一個篩選條件 是要在哪一些地區 有沒有 你會發現它有觀光夜市 消防等等的 那很多的區域 可能你可以針對 甚至這個 area 這個地方 你可以去用一個 spinner 比如說不同的 spinner 就是假如這不同區域 你可以顯示出來 那顯示出來之後的話 它會告訴你說 你那個 Hotspot 的位置 大概接近在哪裡 甚至它有那個什麼 latitude 跟 longitude 這個是精度 這個是緯度 那如果你有精緯度訊息的話 甚至呢 當它點選某一個 Hotspot 熱點的時候 也可以跳出地圖 告訴它說那個位置可能在哪裡 是不是接近你現在的位置 OK 類似有這樣 或者是說如果你要去抓到一個比較接近的位置 大概怎麼走 也許它地圖裡面有一個規劃 然後呢 我們只需假設 我只需要針對好了 比如說觀光夜市裡面它的位置 大概地址 假設這幾個欄位 我希望把它抓取到我的手機上面 可以當成參考 然後後續如果說你想要怎麼樣 找到那個它的正確的位置 你可以再去抓這兩個欄位 其他還有像什麼 Hotspot 的一個 所屬單位吧 還是什麼 OK 類似像這樣 那我要該怎麼做呢 基本上 我們的做法不外乎 我剛剛這個地方 也許你可以什麼 把之前的那個 Listerview 的 CSV 這個 拿來做修改 也許我再把它另存一個 叫 Listerview 的底線 XML 假設我要抓 XML 然後呢 再來的話 也許我把這邊名稱改成叫做 免費的無線上網熱點 然後呢 針對什麼 我的畫面去做 也許我先抓一個 抓在 Listerview 啦 那當然如果將來 你需要再把它分類的話 除了觀光夜市 上面你還可以再加一個 Spinner 把類別的部分 看有哪些類別 讓它下拉 那篩選條件呢 可以從 Spinner 裡面 得到它要篩選的資料 下方可以讓它顯示 那也許初步 Listerview 點擊的時候 可能也許你先做那個吧 Alan Dialog 那或許將來 你可以再把它點擊它 不要跳Alan Dialog 直接跳到地圖上面的那個位置去 那可以用 Intent 裡面的那個 去抓那個位置 你丟兩個什麼呢 它的經緯度給它 就是先緯度再精度 它會跳到地圖上的那個位置 那部分的話 也許延伸性的 可以再練習過 那這個部分 我想各位可以把那個 我放在雲端上 有幫各位整理了一下 這邊的話 基本上 大概有一個固定的流程 也許你可以把之前 Java 做的 可以過的 那再把它換成 就是在 Android 裡面顯示